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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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吊了一下 換我開會了 好不好 經紀人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換我們開會 先號 先號 換我們 你幹嘛怕成這樣 不是 你們剛出現的那個 很鬼祟是不是 很鬼祟祟 我也是睡的 我說兩個藝人要找你簽名 怎麼好意思呢 要寫什麼名字嗎 對 寫一下 好 真的很感動 歡迎Selina 天后叫到 真的很感謝Selina 因為這個節目是要唱歌的 是 你先跟我們大家就是 回顧一下 就是說這幾年 為什麼你比較少唱 有些人可能沒有接受到 對 因為其實之前就是 在錄第二張個人專輯的時候 我就發現聲音出了一點狀況 而且都錄好了嗎 錄了一半以上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就覺得可能只是太疲憊 但後來休息一陣子 都也沒有改善 我沒有辦法再用 我自己想像這樣唱 然後他就唱到 就是對我來講 就很像我今天現在講話 是很自然的 我不用去想說 我要用什麼音調 是會走音是不是 還是會什麼 對 你的音唱不到 你要唱的音 你會認為你要唱到 但你唱不到 所以你的高音消失了 所以是以前在SEL區 算高音擔當 中高音 對 然後那時候當然就很挫敗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 想說那應該是唱過度了這樣 結果也沒有 也不是掌檢 也不是什麼磨損 都沒有耶 不知道 也去找了心理醫生 病理上也沒有原因 你就會覺得很無力 對 沒有答案 那種感覺很痛苦 所以我就不聽歌 也不唱歌了 在那一兩年的時間 兩年 不聽也不唱 大概至少有一年是真的 不聽也不唱 後來可能就是私下唱一唱 但是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唱 雖然之後我有一些音樂的作品 可是對我來講是相對安全的 因為我在錄音室 那張EP嘛 對 我不會覺得這麼壓力那麼大 然後我還是可以 用我的聲音去傳遞一些力量 然後可以去唱一些我喜歡的歌曲 可是現場演唱 其實我自己認為時間未到 時辰還沒到這樣 那嬌哥的這個邀約來的時候 其實我當然可以拒絕 你現在可以走 你走 不行 不行 好不容易超到的 董事長 你先睡 你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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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來 沒關係 那我們那一天 婚禮那天我們唱對準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也可以拒絕交歌 可是對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現在 很喜歡接受不同的挑戰 說真的 這對我來講 我當然知道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身心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又覺得有一點興奮 唉唷 自己會覺得有一點點蠢蠢欲動的心 也想要嘗試看看 藝人都有某種表現欲 對 因為我知道說如果真的不行 我心裡有做好最壞打算 如果我真的在你們的場子上 婚禮上唱得太爛了 我就要求那就脖子一低就好了 也是吧 最壞打算 最壞打算就是這樣 那當我有這樣子的備案之後 我為什麼不勇敢去嘗試 而且最重要的 我 對 就是也希望給即將要 就邁入人生下一階段的新人 有更多的注意 所以我們的節目也算是 因緣際會的 給了它一個 就是重新挑戰自己的可能嗎 對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原則 我想觀眾很難想像 唱歌不是那麼簡單嗎 拿著麥克可以唱 小巨蛋都在唱 可是對她來講 她有一個壓力在心裡 那個是不是病 那就是一種狀態 其實也是一種心魔 變得飛航模式的這樣 我覺得最大的還是希望 可以送到那個祝福跟愛語 沒錯 讓這對新人可以感受到 給觀眾 對 這是我們節目的榮幸 對 也是我的榮幸 那我們要選歌囉 好 報告一下 這個之前探訪的兩位新人 他們心中有一個歌單 待會兒讓Saina挑一首 好 你最有把握的 你都沒把握 好 我來看一下 我盡量 好 小情歌 是蘇打綠的嗎 對 那我一定選小情歌啊 因為小情歌 人人都會唱啊 對 這倒是 台下也可以 這個台下對 我也可以請大家 我如果真的沒有不夠有自信的時候 我就邀請大家一起來唱 有道理 有道理 好吧 那就這一次 對 我覺得小情歌啦 確定喔 沒有其他的備案是不是 這是新郎跟新娘 對啊 對啊 很可愛喔 他們很年輕 然後長跑十年了 不容易 好 所以確定囉 小情歌啦 堅持不改嗎 堅持不改 不要OA手買賣嗎 不行啊 不是 那妳剛剛打臉自己 妳說我要挑戰新的人生 妳就挑一首最不熟的 可樂戒指 漂亮 同意嗎 同意舉手 這不是可樂戒指 同意舉手 2比1 OK 可樂戒指 妳不是要挑戰自己嗎 妳剛剛還這樣子 我挑戰自己 是來這個節目 就已經是挑戰自己了 是啦 還拉著她的手 你懂嗎 我來這個節目 就已經是 可 已經是一個挑戰了 可樂 疊先的概念 我被控制了 你這個男人 很訓耶 快點 可樂 好 OK 就這樣 就這樣 第一次以這個疊先的方式 完成了選歌 這個是帶著一點怨念在裡頭 其實這首歌我選的也是很冒險 因為清風的聲音 也是偏高的 我可能回去得練一下 或者是調整一下Key 也是一種挑戰 我覺得把Key調整一下 調到一個我們大家都可以適合唱的 其實啦 應該不錯 妳唱什麼我們都開心啦 觀眾 全球粉絲一定都在等這一刻啦 好啦 我也自己也很期待 誠意滿滿 誠意滿滿 但我們還是會有一些任務啊 包括浩子哥 到時候也有一些事情要拜託妳 我先回去發想一下 我們就婚禮見喔 好 好 謝謝Sina 謝謝Sina 現在就是彩排現場 正牌的婚禮歌手已經到了 那我們現在故意把那個擴音關掉 所以只有她現在一邊唱她自己聽得到 對 那新人在哪裡啊 新人她在後面那個教堂 這麼近喔 對 她們拍完照囉 然後要回休息室囉 我們待會要準備喔 那我想要問你們就是 你們之前不是有看過我們的節目嗎 嗯 那你們有就是 知道歌手有可能會藏在你們的身邊嗎 有 該不會是 之前有吃一大歌呢 之前有吃一大歌 還會有 之前有收禮集的 你有覺得司機特別面熟嗎 是不是 是 還是我們請司機就幫我們現唱一段 真的假的 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出人們心腸的曲折 好好聽喔 真的嗎 我們怎麼可能要滾再玩兩次呢 好啦好啦謝謝啦大哥 那我們就帶我們回去吧 講錯啦大哥大哥 來 來 歡迎回來 舒服嗎 舒服 非常舒服 不舒服喔 剛剛有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在裡面 有 有一個唱歌很好聽的人 他是誰 司機大哥 對 他就是個司機大哥 我們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容易猜的梗呢 好 現在還有一個另外重要任務 就是要先去彩排 先不要找嘉賓了 我們把婚禮弄得順順利利 比較重要 OK Let's go 我們這個浩子哥呢 不過話說我們上一季 浩子哥來當婚禮歌手的時候 他那個光頭實在是太明顯了 隨便一個動作就立刻穿幫 因此今天呢 應該要讓他換個造型 比如說讓他長頭髮之類的 不知道準備好了沒有 阿朗呢 嗨 浩子哥 你好 有看到浩子哥嗎 不好意思 我是你今天的特殊 噗細菌 噗... 噗細菌 噗殺你的細菌 噗細菌 怎麼樣... 怎麼樣... 你有看過你自己這種樣子嗎 其實我今天沒有變裝 我只是把自己弄回我剛出道的樣子 很OK 很OK嘛 有帥 有帥的感覺 你把它留回來啦 對啊 真的嗎 對啊 不會認真啊 不細菌嘛 是不是 對... 現在那麼多細菌 不殺你的細菌 為何疫情 你把它留回來嘛 OK 可是明星的光環喔 巨星的光環真的藏不住 這樣 就這麼簡單啦 我只是為了捧你一下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是這樣認為啦 你還是滿好認 因為畢竟你這麼紅 郭銘主持 所以變成說 就算真的被認出來 你就打死不了 打死不了 也只能這樣啦 對 我們要開始深入第一名 要彩排了 那我就是深東吉西嘛 我就陪他們彩排 練習交手 甚至我來假裝對個key 你就混在人群當中 那我做什麼 發桌牌 發桌牌 那個不是有什麼朋友 同學 家長 什麼老師 那個桌子的牌 好 混在他們之中 好吧 我們現在任務要開始 今天真的很刺激 當然一切都是為了Color 我們的SuperstarSelina 實在有夠麻煩 Let's go Go 口罩 好 好 好 有成就感 姐姐這邊拍照小心不要太靠近這邊好 謝謝 謝謝 慢慢的喔 慢慢的喔 不要踩到不要勾到 慢慢的慢慢的 好 好 好 請進點 好 接下來要換個位子 對 一直都沒有被認出來 太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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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長字我都撐住了 現場沒有半個人在看我 眼神確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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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個都沒有認出來 太厲害了 很自在 非常自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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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幫你手部做個小組一下 不好意思幫你手部做個小組一下 好了沒 你好了沒 可以可以進來 好 然後 巨星的光芒 巨星的光芒 小心喔 我不是要很小心嗎 好 這你離他們很遠 很遠嗎 真的很遠 不好意思我先幫你手部消毒一下 好 這是我們工作人員 你好 她叫浩子 你想騙誰喔 我是普殺鏡 你很天氣 我演得很累 很像 還可以嗎 滿厲害的 她剛剛就是先混在人群裡面 已經完成了第一個熱門 很成功 好 接下來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來解釋一下 好 現在我們先規劃一下好了 因為 像你這麼大牌的人 太早出來有點浪費 什麼好意思 好吧 那就 好 沒有 真的 所以我們 我們深冬即息好了 也不要讓新人太爽 那浩子 你先唱 我唱 你會不會唱小新歌 誰會唱小新歌 太高了耶 沒關係 我沒有 我有降Key 我有降Key 真的 我有降 降了一個全Key 你得過金曲獎 你這樣對得起評審嗎 沒關係 那都是幾十年前的 當你SHE的時候 天啊 那是金曲獎第三屆吧 大概是 沒有 沒有 其實老師講聲音了 很久沒有唱歌了 非常謝謝你 所以我先讓浩子哥先開口 浩子你先唱個幾句 不要幾句 不要幾句好了 今天是怎樣 大家都這麼熟辣 一句就好了 好煩喔 你不要怕我 剛剛都唱得那麼淋淋啦啦 你怕什麼呢 我就是聽完你唱我才不要的 那你唱一句是吧 一句就好了 那我就打斷你 所以你是會音樂 你是會完整 因為它前奏就有30秒 前奏要放嗎 前奏30秒很長 30秒很長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跟你講前奏它有兩遍 對 兩遍 所以我第一遍前奏之後 我就下了 亂下 對 它就亂下 等於你唱錯就是 我唱錯 那我就有理由罵你 然後你就 反正好像就說好 認真重新再來一次 對 再來一次 OK 然後認真再來一次的時候 前奏就一樣 我們就讓它play完整 所以30秒 還是以為它要唱 還是以為它要唱 結果卻是 我開口 漂亮 好不好 認真美好 認真美好 好快 可是就跟你說 所以我真正那點 你就假裝要唱 好 我還是要假裝 對 你假裝 然後我的聲音就會出現 對 但是我只會唱第一遍 的那個主歌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 大的尖奏 有一個尖奏 尖奏要記得 不要接著唱 對 我剛剛才拍我 因為我會說話 我會說就是 那我就邀請你們 陪我一起唱 然後我也邀請新人 你可以邀請新人演唱 因為這是他們的愛歌 好了 那可不行一開始他就跟我唱 好緊張 又好玩又緊張 但我還有一個任務 要麻煩二位 因為待會兒他們會有一個 證婚儀式 那為了讓整個過程更刺激一點 那浩子哥 你繼續戴著假髮混在裡面 可以 你可不可以也稍微偽裝一下 然後我讓助理們包圍著你 然後也在那個證婚儀式 混在賓客裡面 好啊 好不好 你要怎麼弄 你可以把自己變成 我就戴口罩 那頭髮已經弄好了 我如果用 我的平衡是 你眉毛很濃 有沒有那個假鏡框 對啦 我那邊還有一隻 假鏡框 沒有附數的那種 還有 那我就戴著那個 然後戴口罩 混在裡面 好 這個任務 希望也能夠順利成功 今天新人一定會很感動 你會不會自己先哭 我就是很怕 會耶 真的會 因為就是像 他來過我們節目才知道 其實你剛剛邀請我去看 我就想說這個交換證詞 你說連正婚你就有可能哭 對啊 然後如果說是那個牽 什麼媽媽或爸爸 爸爸放開你們的手 那個時候 我應該直接跳下水池 看不出來 好期待喔 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我在訪問新人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都很喜歡SHE 但是新娘特別指定Selina 所以她一定會非常感動 Yes 起飛 好 好緊張喔 Let's go 準備一下 好 變裝 好 等你喔 正婚見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隆重的婚禮 各位有發現嗎 加米又換了一套禮服了耶 你今天這套真的很漂亮 而且那個婚燒很長耶 還可以嗎 你剛剛走的時候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在這個戶外的場地很浪漫喔 好 婚禮歌手呢 在本季的每一對新人出現的時候呢 尤其是這個時刻 也就是婚禮前夕 要先送上 讓你們終生難忘的禮物 好 這個禮物呢 是每一對新人的 客製化的積木人偶 好 看一下喔 中間兩個就是二位啦 然後這是我 這是Lulu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這兩位 真的就是以你們的照片做的造型 有印象嗎 你們的照片耶 你們 哪一個 登山服嗎 太厲害了 加米 來 你先拿著 我讓觀眾看一下喔 登山外套的顏色 證據 證據 這套啦 這套 你忘了是不是 真的耶 是嗎 真的 上次在聊天的時候 我聽了一個關鍵字啦 雖然我這個董事長入行很久 但朋友也不多啦 但我當時有聽到 你講到你喜歡的偶像 我就靈機一動 想說給你們一個小小的祝福 你還記得那天我們講了誰嗎 你很喜歡的 誰 好像也講兩位 哪一個 那個梁靜如跟Selina 對 梁靜如我真的不柔 但是Selina呢 特別為你們二位 錄了一段影片 給你們的祝福 Selina很貼心 她特別選在五月二十號 今年的五二零那一天 錄了這個影片 嗨 承安跟佳銘你們好 我是Selina仁家瑄 恭喜你們 我有收到製作單位的邀請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抱歉 沒辦法當你們的婚禮歌手 但是祝福我還是要送上的 我覺得你們 非常的有勇氣 選擇了人生這一條不同的道路 然後也希望你們 在這條路上有很多的收穫 然後永遠記得此刻相愛的彼此 我有準備一份小禮物送給你們 祝你們新婚快樂 幸福一輩子喔 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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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拍照做個紀念 來 這個我先收起來 這一季我們特別搭一個布景牆 好 很開心能夠見證這一對新人 我們先比個 我來比好了 我先比個 耶 好 第一張 好 第二張 你給我一個手指愛心 好 我們兩個靠近一點 頭靠... 你們要靠近一點啦 手指愛心 來 一二三 再一張 再一張 笑開心一點喔 手指愛心 好 拍完了成功 謝謝 謝謝 幫你們做一個手褲消毒的動作 好不好 因為你們剛剛進來沒有消毒 我也要... 現在... 不是我這樣子 好小氣 對 歡迎浩子哥 我是今天的小小特助 你們剛剛在那邊彩排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進去接觸 你們知道嗎 我在那邊有幫你們消毒過 幫我們消毒嗎 你看我成功 我成功了 你們一定認不出來的 因為他當時有頭髮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幫我們噴消毒的 有頭髮的 有頭髮的 對 那個就是我 對 就是他 那個就是我 成功 對 我覺得我今天 可以出現在這邊 是一種很特別的原則 怎麼說 今天五二一嘛 是我跟我老婆 十一年的結婚紀念 真的啊 那你還來工作 我真的 我是想說 我再來複習當初 最初的這一種美好的 十一年 向他學習 浩子哥是甜蜜的 幸福的這個 演藝圈的榜樣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人 對 今天呢 還有跟兩位報告一下 因為 真的疫情的關係 我們發通告 非常的困難 所以浩子哥待會兒 除了要幫Lulu 跟我一起主持之外 他也會是今天的歌手 你們兩個這樣 我很難處理 我還是回到後面了 場面太尷尬了 對不起... 我自我消失 自我消失 我也是鼓蹟勇氣 才講出來的 你們以為我願意嗎 你們以為我願意 我也想要發 江洛 江洛 其實他們應該沒有 那麼失望啦 就被他們解剖 想適應的意思 長輩其實對年輕歌手 都不認識 其實長輩一看到他 會很開心 好像看到自己的孫啊 沒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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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雲霞也好 不管了 反正時間差不多了 結婚了 結婚了 好 我們去結婚了 OK Let's go 我影片的傳給你 做紀念 這可以吧 這可以吧 OK 好 我們婚禮見 各位現場的賓客 打擾了 我們是東森綜合台 全台灣最幸福的節目 婚禮歌手 我是明星婚固公司 董事長黃子嬌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助 浩子 好 首先恭喜兩個親家 還有所有的親友 在今天一起來見證 陳安跟嘉敏的婚宴 那接下來就請大家 一起來迎接這個感動的時刻 目光來請轉到我們的左手邊 首先我們要歡迎的就是 新郎陳安 同時帶著他的媽媽 以及新娘的媽媽 歡迎三位進場 今天兩個媽媽都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好 那現在我們先請新郎的媽媽 回座休息 謝謝主婚人 很漂亮 謝謝陳安媽 很可愛 待會兒再找你玩喔 好 兩位貴賓請轉身 轉向我們這個幸福的入口 等待我們今天最美的新娘 嘉敏的到來 那麼現在各位貴賓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新娘 嘉敏以及嘉敏爸爸 歡迎 歡迎 好 好 現在請嘉敏爸爸媽媽 牽起 陳安的手 準備要把你們寶貝女兒的手 交到他的手上囉 我把嘉敏交給你 嘉敏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個人 請你好好珍惜他 給他幸福快樂 好的 嘉敏爸爸看得出來很不捨 從頭到尾都不看新郎的 看一眼啦 盯著他 你要好好照顧我女兒 聽到了嗎 謝謝爸爸 嘉敏就交給我沒關係 很感動 好的 接下來要換位子囉 請把身邊男人的位子 準備交過去 來跟媽媽寶寶 對我來講 可能比我生命更重要 她很貼心 她小時候 有什麼心裡的話都跟我說 在我工作很辛苦的時候 會覺得說 這個女兒真的是 天上賜給我最好的禮物 所以我非常珍惜她 雖然又捨不得 可是我希望她過得幸福美滿 這個是作為爸爸 對 最大的期待 爸爸還好 OK 留下不捨的眼淚 爸爸又笑了 他今天是哭笑不得 好 來兩位請到香檳塔 同時我們也要介紹一位 很重要的主婚人 在我的右前方 承安爸爸你在哪裡 也跟大家揮手之意 爸爸好 嗨 我們恭喜恭喜承安爸爸 來 兩位請到香檳塔 請大家捕捉這個見證歷史的一刻 幸福的十年長跑 真的 當初的那一條圍巾 把它圍住圍到現在 對… 來 請到香檳 好緊張喔 恭喜承安 還有嘉明 恭喜你們 能夠參與 能夠當你們婚禮歌手 其實我也很緊張 你知道剛剛你沒有出來 我偽裝那段 我覺得你好辛苦 我多想跳下去你知道嗎 好 今天真的是一個驚喜 因為Selina很少在公開唱歌了 但是她經過我們再三再三的 請託希望給嘉明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 畢竟她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年輕人 各位 她是已經有三個月 Baby在身上的新娘子 所以我們要給她加倍的祝福 滿滿的祝福 所以你說Selina能不來嗎 雙喜靈門的日子 對不對 真的 其實我那時候自己心裡也很糾結 我真的已經好幾年沒有公開現場唱歌了 可是我覺得今天能夠送上我的祝福 我相信不管我的歌聲唱得好跟不好 這個愛跟心意是最重要的 希望把這份祝福跟愛送給你們 剛剛看到Selina的第一眼心裡感覺是什麼 太驚喜了 很開心吧 因為我們從早上一直騙妳到現在 對 而且我剛剛其實有去看你們交換試眼跟戒指 我有躲在交個後面 然後我聽到妳講妳的試眼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感動到流下眼淚這樣子 妳有發現嗎 妳剛剛診斷了證婚儀式 妳們有發現嗎 妳們在那裡拍照的時候 伴郎伴娘新來的時候 對 這位姊姊她剛剛有拿手機 我跟妳講 只有這個紅色衣服姊姊 她有發現 因為她一直360度在拍 可是她一定沒有發現我是我 對 因為我有戴眼鏡 但妳回去看妳手機 鏡頭 妳有拍到我 對對對 一直有她 她也有拍到我 妳也很奇怪 人家都在拍新郎新娘 妳在拍路人幹嘛 妳拍我助理幹嘛 我喜歡幫路人做技 妳是情報局的 來 收證 我剛剛那個妳的伴娘啊 你們就是妳啊 然後妳一直眼神都跟我 就是妳其實穿透 妳有發現嗎 伴娘 她有發現喔 那妳有發現我嗎 妳看 偽裝最成功的 那他們真的有發現我不可能 我跟你講我們躲了一早上啊 浩子 妳們有發現我 有發現 其實我非常的有把握 他們不可能的認出我 我也會懂 因為那時候的焦點都在 新人一定在鼻子的身上 然後其他人的焦點都在新人身上 即使我就算沒有戴那個眼鏡 就也不會被發現 我有把握 還有他們沒有告訴你 爸 沒有啊 沒有爆料 謝謝 謝謝 其實浩子也在一早來到現場 你們桌上那個牌子 都是浩子去發的 桌上什麼 加男方親友啊 女方親友 那個是他偽裝 你們早上一定認不出來 因為他早上有頭髮 早上頭髮很長 是我出道時候的樣子 他戴了假髮 哇 真的太驚險了 好辛苦喔 那妳有沒有很開心 我們讓妳的老婆這麼開心 Happy wife happy life 真的有嚇到 真的嗎 真的 沒有這麼近看過大明星 有點像下凡的感覺 唉唷 其實是有點傻住的 對 當下是有點 居然是Selina的那種感覺 但後來就是 慢慢在聽她唱歌的時候 就覺得好不可思議喔 還可以跟她一起合唱 雖然就是浩子很好 因為我剛看到媽媽 看到她的時候是在尖叫的 對 但後面 後面真的婚女歌手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老婆很愛她 所以我真的非常開心 會跟爸爸說 當時在台上的時候 有她跟我們一起 然後見證這個奇蹟 然後見證這個奇蹟 謝謝你們這個 剛剛這些真情的告白 但台下的賓客一定看著很羨慕 所以我們要進行一個遊戲 讓他們也可以上來跟大明星 進去與接觸 Selina 今年出了一張EP 有一首歌叫 你我他 是 我們要進行一個熱線你我他 浩子哥待會會公布一個電話 第一個打電話進來 被我們接到的請出列 進行一張唯一的大合照 就這麼一張喔 就這麼一張 好 請準備好你的手機 請公布電話號碼 0975 345 6 4 3 請撥打 這要比手速耶 而且我們剛好在一個 訊號不好的山裡面 對 看看哪一家電信比較厲害 有了 來 喂 你好 你是誰 是那個藍色西裝嗎 是你嗎 藍色西裝 藍色口罩 戴著眼鏡的 你手過來 舉個手 恭喜你 快點游過來 果然那邊是不是真的收訊比較好 那邊人比較少收訊比較好 速度很快耶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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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靠近一點 大家靠近一點 好 我們看一下攝影師在那邊 接下來是每一次婚禮最感動的時刻 新郎新娘要謝謝養育他們的父母 親愛的媽媽 小時候我總是當一個小跟班 就是在後面跟著你 從前的你總是擋在我跟妹妹面前 為我們披荊斬棘 儘管流血流淚 人勇往直前的保護我們 但在未來你多了一個愛你的女兒 你不用擔心 也不會孤單 然後會在 我們會在你面前守護著 換我跟嘉明扛起這個家 換我們為你遮風擋雨 給你完整溫暖的愛 媽媽到現在還是不斷刷新我的三觀 今年她不但跟我們一樣走路環島 還走得比我們快 原來我在你眼中還是那個小跟班 我愛你 親愛的爸爸 曾經你背著我跟妹妹爬過各個高山 到達了各個城市吉祥間 如今雖然你行動不便 但請你也別擔心 不論將來我跟嘉明走得多快走得多遠 你在我們心目中一直都是巨人 然後我們可以站在你的肩膀上 謝謝你帶我們認識世界 然後我會陪你變老 我愛你 親愛的爸爸媽媽 從刮刮墜地的那一刻起 我就幸運的成為徐家的女兒 生活在純樸簡單的樹林山上 在充滿愛與善的環境中茁壯 爸爸你總是時時叮嚀著我說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媽媽你總是用關愛去對待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連開車下山都會詢問陌生人 要不要搭便車 用行動來教育我 在生命中我遇到了靈魂伴侶 我常問你們喜不喜歡 你們都說只要女兒喜歡 爸爸媽媽就會喜歡 雖然之前偶爾因為談戀愛 而忘記回家的時間 但現在多了一個兒子 會時刻提醒我 記得回家探望爸爸媽媽了 我長大了 但也意味著你們的年紀也大了 很多的事情現在 交由我們一間扛起 只求你們都要好好照顧身體 再與我們創造更多不同的美好 好嗎 爸爸媽媽 我愛你們 好 再次的恭喜兩邊的親家 從此就是一家人了 我們是家人 接下來我們又要把時間 交給今天的婚禮歌手了 我們再來聽Selina唱一首好不好 家銘 家銘 你要不要給她鼓勵一下 你一定知道Selina 現在要現場唱歌 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你一定懂她的 你要跟她加油一下吧 其實我剛聽小琴歌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好聽 就是那時候你因為 可能生帶了一些受損 你說你改變了一些總的音的唱法 但我覺得 不管怎樣都是你的聲音 都是最好聽的 謝謝 怎麼放我很想哭 超級大本事 等一下結婚你哭什麼 很感動 她發自內心的 這個是發自 我連我都想哭了 謝謝 謝謝 你也很棒 所以 午休時配飯的最佳選擇 婚禮歌手第二季YT上線囉 每週二到週五 週五十二點準時上架 請給我按讚和分享 開啟小鈴鐺 要開喔 那麽我還好 那麽還好